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像这个茶它的原料是九曲红莓加玫瑰花 为什么要玫瑰花跟红茶结合在一块 花跟茶的结合你知道就是历史是非常久 从有茶开始就一直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那么像玫瑰和红茶的结合 很显然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我们讲为什么把这个茶推荐给女性朋友 首先红茶它是大家知道它是比较性 对它比较性温它有花香 然后呢茶性比较温和 那么女孩子她不能喝太寒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本身比较适合女人喝 另外玫瑰花就更不用说了 玫瑰花的香气 它里面的精油的提取物 其实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对女性的养颜是比较好的 那么玫瑰花跟红茶的结合之后 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 对气血啊 对皮肤的养颜啊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这款用九曲红莓 跟保加利亚玫瑰结合印制的这款茶呢 它又跟其他的玫瑰红茶 它有自己的特别的地方 首先我们的九曲红莓 我们知道也是九曲红莓古法制作的传人 陈一普老师他用了古法的一种工艺来制作 首先它的原料选得非常好 都是高山的半野生的纠坑种 每一批的九曲红莓 我们都去做过检测 农药检测几乎是为零 非常的安全 所以说九曲红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茶 然后他又精选了保加利亚这个玫瑰 而且是我们陈老师 他特意把这个玫瑰花的品种引种来 在杭州种植 自己种自己采摘这个玫瑰 会跟这个九曲红莓一起来音质的 所以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首先我们的九曲红莓 它的底料就非常好 再加上玫瑰花的音质 所以它是等于是好上加好 但是我们的售价却其实是还是比较便宜 它整体的售价比九曲红莓还要低一点 因为这款玫瑰红茶可能 很多人他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是做一个平价的一个销售 非常简壮 它的包装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实惠 而且对女性朋友非常好的一款茶 玫瑰红茶它的制作工艺 是不是跟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一样 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花茶上 制作工艺上有一种工艺叫音质 我们在市场上有看到特别是云南 云南人有一些把玫瑰花直接放在普洋茶里面 压成饼 手补身补都有 这种它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结合 没有音质 但是我们这款玫瑰红茶是用了音质的工艺 所谓音质的工艺是在玫瑰花刚刚要开放的时候 把茶叶跟玫瑰花放在一起 然后给它加丝加温 把茶叶的活性把它换起 这个时候茶叶它活性重新展开了 它把玫瑰花的所有的精华都吸进去 那么反复几次之后再把玫瑰花全部拿掉 然后再把茶叶烘干 这个时候玫瑰花所有的精华都被茶叶吸收了 这个就是音质的工艺 这个音质工艺跟简单的这种搅拌是不一样的 它能够让花跟茶充分地结合 那我们怎么来辨别是否是音质的 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泡的时候 虽然我们上面还是有玫瑰花在里面的 但是我们水冲泡的时候 玫瑰花是浮在上面的 茶叶是沉在下面的 你可以把玫瑰花全部刮掉 都扔掉 直接冲泡茶叶 它的玫瑰香还是非常浓郁 而且从头到尾 哪怕你喝到最后最淡 它也还是隐隐约约有玫瑰的香气 所以它是跟茶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音质的工艺跟不音质工艺的区别 就是今天的词 我们的词稳刚刚刚刚从来 我们下期的词稳刚刚刚发现 我们下期的词稳刚刚才 以后我们下期的词稳刚刚刚才 拿到我们下期的词稳叫 我们下期的词稳刚刚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